目前市面上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是错误的 是反科学反创新的素质教育 教育改革减负会对国家的长期竞争力和长期创造力 产生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国就是例子 你减负的话 穷人就受不到良好的科学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普世的科学教育只有在应试教育里面才能实现 科学思维 科学训练 它必须通过应试当中的训练 还有教学才能够实现 没有替代 所以大家看美国的教育 穷人是快乐教育 富人是应试教育 他富人 我们只看到他有各种严压比赛 各种兴趣班 但是我们看不到的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在应试教育之外 额外附加的是增负 他的应试教育一点都不少 他牺牲了很多 就是几乎全体穷人的应试教育的机会 所以他整个本民族的创造率是越来越低 现在美国虽然科技领先 但他离了移民 他很多高科技产业是要瘫痪的 教育这个事情就是反本能的 实际上贝多芬小时候练钢琴的时候也痛苦 他也不知道音乐的美在哪里 所以我们觉得应试教育很痛苦 但这就是教育的本性 导音